游戏玩不好,喜欢凑热闹,大家好,我是伯林兵糖葫芦 接着上一期,我们继续来说反斗枪 今天糖葫芦会详细分析一下三将在阵容中的作用和实战心得 喜欢的小伙伴别忘记点赞收藏 还可以私聊宝宝加入反击阵容交流群 先来说说反击阵容的特点 大部分反击阵容输出位同时是扛伤位 糖伤就得挨打,挨打必然掉兵,每次伤害10%,死亡90%伤兵等救 而兵力同时又对伤害影响非常大 根据这三条,我们细品反击系阵容 想保有伤害的前提是先保生存 降低伤害减少那10%死亡的量 所以赵云的第一个特点,够硬就体现出来了 来看这场打群攻的战暴 赵云其实类似敦敦 宝宝把他的面板筒加到275 加上各种加成后,战斗中400筒 能破防他的兵刃伤害只有顶尖的那些 而且破了也不会太疼 武力保到最低255 战斗中叠满文武仅需要被打两次就能打到525的武力 没有破不了防的对手包括曹操 但武力也不是越多越好 要先保生存更重要 战暴中,袁绍战法伤害和普攻伤害300多 赵云、气灵就能反他400多 还是没叠满文武的状态 而举兽和朱骏 花拳秀腿只能看百师来伤害 气灵加云影反击1000加 赵云的第二个特点免控 玩过董白甘宁反击枪的都知道 这支萝莉枪对战主流点的阵容 其实只能打打突击 法攻就别说了 铁定被低损吃 打鼠枪也是输多赢少 原因在于 鼠枪多带威谋 如果不配解控的话 被控一次罚战两回合 但是给解控要么格子不够 要么太奢侈 所以赵云的洞察是提高打击面的关键 而且官媚系的鼠枪卷速度 官媚根本打不动赵云 武力和统帅比差太多 相当于鼠枪让着很多个战法 又被枪为打击 轻松拿捏 做乾隆主将的董白 其实是全队的核心 伤害和治疗总量 有一半是云居影丛创造的 对比A兵种董白的武力 B兵种乾隆董白 接近A兵种无乾隆武力 也就是说 乾隆主将的董白就相当于A枪兵 如果加个散技就接近于S兵种 阵容中的猪哥哥 除了凑乾隆的作用外 自带抵御可以防很多阵容 比如鼠枪 甘宁等 同时搭配折冲 能保护董白 以及全队3-6000的治疗 董白自带战法 有急救和反击两个效果 反击伤害看赵云的武力 但急救治疗量 由董白自己的兵力和武力 各占一半影响 所以保董白血线 就相当于在保赵云的血线 这场连续对战肉弓和关关章 猪哥哥先保董白 被打死进入第二场 留下董白赵云的兵力 还都很扎实 双将依然打残第二队 这个阵容的劣势 前面虽然有很多打赢法攻的战报 但其实很怕法攻 特别是高红的麒麟弓 属性刷刷的几下就抽干了 还有高红的群弓 探陶刷刷的往下调兵 只是相对其他反击枪而言 反抖枪不会让他们全身而退 和法系对战都会有翻车的可能 毕竟董白的智力很低 还有对阵兵刃伤害都怕的藤甲也是劣势 最后说点实散心得 等级对于反击阵容至关重要 47级之前尽量只打齐 47级后可以打枪 48级后打盾 50级后才可以忙一忙 你对反抖枪还有哪些问题 记得加群讨论哦 我们下期见